如果一场新的1929年是大萧条席卷世界 那么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变化 普通人的生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上大萧条能够带给普通人多少影响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人所处的国家 是否与国际资本市场连接紧密 如果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不多 那么该国民众在大萧条中承受的市场风险也将很有限 以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为例 苏联经济与外界完全隔绝 这使得该国经济在大萧条中不受丝毫影响 除了数千名慕名而来 寻找工作的西方熟练工人 几乎感受不到大萧条的影响 另外当时的中国战乱纷纷 向来是外国投资者畏惧的虎狼之地 经济主体自给自足 结果竟然在大萧条中保持了一定的局部繁荣 不过假如一国经济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紧密 那么该国经济就很难不被大萧条设计 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 以美国为例 作为经济危机的中心 该国民众曾鼓起的钱包 在泡沫破灭后迅速赶扁 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 1932年9月 财富估计 美国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 将近人口总数的28% 他们不得不像畜生一样生活 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的记录 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 吃野草根 破公英 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 野葱 莫忘窝草 野窝剧 以及一项专给牲口吃的野草 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 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 就上去同野狗争夺 蔬菜从码头上装上卡车 他们就跟在后边跑 有什么掉下来就捡 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 把一桶残菜圣羹 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 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 对资金的渴求贯穿整个美国 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黄金甚至纸币 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 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 众多金融平台垮台以后 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 陡然增加到3700万元 提款数额增加到1.22亿元 各银行门前无步人山人海 征提存款 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 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 每次收两脚五分 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 另外由于美国国内资金紧缺 负债累累的美国投资者 被迫从其他国家抽离资金以偿还债务 连带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崩溃 德国受害最惨重 由于该国经济在1929年 严重依赖于美国投资 因此大萧条对于其造成的损害 几乎就是一场灾难 譬如在1931年 德国失业人口已经达到600多万人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 勉强保住工作者 也面临着收入急剧降低的窘境 据刘德博士朱维一 德意志另一行类中 对德国老兵的采访记录 后来的纳粹德国山地师机枪手 邦特鲁普 回忆起当时的生活 称全家一共五口人中 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 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七年半的时间 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 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 长期吃不饱肚子 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 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 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 然后倒成泥 然后拌上盐 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 就像今天在面包上 抹果酱和黄油那样 这位德国的老兵 实际上恰恰是当时德国大多数普通人 处境的真实写照 而且大萧条中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 使得大量的中产阶级 沦为赤贫的穷人 主张政府救助的社会主义思想 迅速成为西方舆论的着迷对象 在此期间 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崩溃 和普通大众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们 很多都成为社会主义的庸促 西班牙的瑰宝画家毕加索 逐渐成为了一个古怪的社会主义信仰者 大作家海明威 被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平等口号所吸引 一度成为国际纵队中的一名 布尔什维克式军人 英国作家肖伯纳 目睹了苏联不受大萧条影响的经济 对斯大林暴力令人羞愧的恭维 罗斯福总统 以及身边的顾问霍普金斯 也开始认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部分政策 即便是极右翼的希特勒和莫索里尼 也要在公开场合标榜社会主义 以迎合自己的支持者 同时大规模的失业 使得各国工薪阶层从工作的劳累中挣脱出来 并投入到政治运动的浪潮之中 令人声位的美国工会和霍伦世界的德国纳粹党 在此期间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并实现了历史性的崛起 与之相应的社会动荡 也成为当时各国的主要问题 大萧条期间 美国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 1933年268.9万 1934年308.8万 1935年358.4万 1936年398.9万 1937年700.1万 1938年803.4万 1939年876.4万 由于激进政治组织的崛起 使得受大萧条影响的各国政府 不得不强化自身权力 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受大萧条引发的动荡影响 1929年 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废除宪法 下令议会休息 让自己独揽行政权力 1933年3月 希特勒颁布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力 开始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 1933年3月 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为了维持局势稳定 建立了法西斯体制 同样在1933年 葡萄牙元首萨拉查 建立了法西斯市的葡萄牙青年团和国家军团 以昂使国家的秩序 1933年之后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大大拓展了自己权力 以至于被部分美国舆论碰击为独裁者 而西班牙在脆弱动荡的民主之后 于1936年建立了弗朗哥独裁政府 经济灾难和政治动荡 不但使得原本稳定国际秩序的各个保守派大国 变得虚弱 也严重削弱了英法美等国 干预外国失误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 那些原本就对国际秩序不满的大国 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 与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激进 甚至冒险 英法美三国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 美国GDP在大萧条中暴跌一半以上 国力不负原本的荣光 英法两国更是如此 考虑到三大民主国家普通民众生活愈发贫困 民众普遍关心自己的救济金 而不是世界局势的安危 在1938年的捷克苏台德危机中 当时的英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并非捷克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可能 而是关乎自己生活条件的住房法案 因此当英国首相张伯伦 发出置身事外的声明时 实际上代表的是当时英国民众的心声 另外同样受国内急剧增长的潜在动荡威胁 那些不满于国际秩序的大国 往往倾向于采进激进手段改变现状 1931年 不满于远东国际秩序的日本少壮军人 发动了918事变 1936年 穆索里尼发动了对阿塞俄比亚的入侵 希特勒紧随其后入侵了莱茵河 1937年 日本入侵中国 1938年 希特勒先后入侵奥地利和捷克 1939年 希特勒入侵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所以大萧条带给个人的是贫困和绝望 带给国家的是动荡和独裁 带给世界的则是保守大国的孤立主义 和激进大国的战争冒险 这就是大萧条带来的变化 每一个人都不能信任